GAMEMAN 中二 Hello大家好 许久不按中二预告片 我是游戏诗人大A 我们玩了几期有趣的恶搞游戏之后 导演给我们来了一批新的货 永恒的爱 什么守护永恒的爱 我的天哪 要不是前面写着先进传说 我还以为是魔兽RPG地图 什么守护雅典娜之类的 成功之后 有这个 进去游戏界面 没毛病 这个熟悉的点击声 以及我们的背景音讯 选择人物 这里不管你选什么职业 最后都可以转职的 我可是有做功课的人 所以这里面就单纯选个造型 什么 该职业尚未开放 那你摆出来干鸡毛啊 这个狼人妹妹不错 猎人很符合我猎验的性格 猎验 就是在猎日炎炎下工作的性格 这颜色挺有趣 还分粉波跟黑波的 就这个波波利律吧 头上加个是吧 O的名字就叫 大爷你好帅 什么 居然重复了 我在哪都是这么有名 对不对 没办法 叫大爷是个棒锤好了 对不对 自黑总行了吧 刚进游戏啊 在一片绿意盎然的森林里 背景想着熟悉的 2O的背景音乐呀 以及时不时别人传送的声音 一下子反驳回到了 十年前 那时我才七岁 跟着引导走 这仿佛当我智障呀 一步一步引导 我不会走路吗 他问我是大爷是个棒锤吗 这让我怎么回答 算了 只不过是个任务 获得装备 是谁设置的 跟NPC说话 必须念一遍我的名字 我跳过了前面一堆 一直认识我 一直喊我名字的 尴尬任务 终于来到了时级 这里时级啊 指的是Job 职业等级时级 这个等级到了 才能转职 身为一个职业犯葬选手 我称为射手 成功转职 一出职业大厅 我懵逼了 这地图上这么多感叹号 这是要逼死我吗 全街了 经过长达两小时的奋斗 地图终于干净了 俗话说 人靠衣装 佛靠金装 终于有时间我们可以整理一下装备了 咱们来看看怎么搞新装备 交易所 看看我能买什么呢 五十万 五百万 五千万 导演这能玩吗 这样 我去看看 装备知道 什么 结了B结晶一百个 铁五个还好 我的天 这材料我的天 我的干哪 又过了一个小时 我终于集齐的材料 我的阿姆斯特朗 回旋无敌 日天日地日空气 百发百中 好异同款黄金弓 终于做好了 哎妈玩了我再头晕了 导演我们这期就 接着往下说 这个游戏呢 有一个啊 叫做冒险手册的功能 你们有好多图片啊 未解锁的图片 只要你解锁了地图上的这些怪物人物地点 自己打怪掉了的卡片 自己做的投尸 啊 凡事都要自己完成才能解锁 这个游戏吧 就是一个大黑洞 必须自己完成 我的天哪 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 可以解开所有图片 如果不行 我就让我的儿子去解 如果还不行 那就孙子 再不行 就增孙子 导演 我这个你想怎么样 现在就缺个女人了 好 其实解锁这些呢 也并不是很困难啊 但是必须有耐心 我就随便买一个投尸的图纸吧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汉袋 就需要 不说了 我去打材料了 经过了两个小时干材料 我已经连续作战好几万秒了 导演 能上口水喝吗 我今天最后的任务就是 做一个视频 眼睹就完成了 让我们一起见证 把它带上去的那个时刻吧 我好激动啊 什么 在下时 听说过盲僧 还未曾见识过盲僧 射呀 强 这才是真正的射手啊 那最后说一下哈 玩这款游戏呢 大部分呢 是端游的老玩家 这款游戏的情怀呢 就是在地图上刷怪 调除自己想要的材料来 做自己想要的装备 自己动手 风音俗识 你可以呢 当它是一个养成了游戏 也可以是一个大型的 在线混装聊天挂机 交友吹逼平台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到 在视频中 我的身后 一直跟那只小宠物 关注微信公众号 回复小宠物 就知道是怎么搞的啦 本期的不好意思 就到这里啦 每月8号22号 准时更新 关注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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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